其他国家我不知道 但是在越南 曾经也有过一批几百万的人 要偷渡到美国加拿大的这些长辈 以前我们也是在越南常常有一些歌曲 就是说 就是那男女朋友他们是要谈恋爱 就是他希望那个女生留在家里面 就是照顾他的家人 然后那个男生他就是偷渡出国去 希望是就约说秋天的落叶的时候 我会寄钱回来给你 就是帮助这个家庭 那当然这个不只是都是爸爸男生偷渡出去 都是有一些妈妈 那当然在这里呢 我们讲整个社会的是 曾经好像有过这样的一个心 包括在1930年到1945年到1975年 这每一个阶段都有人要逃难出国的 那我们这一批最年轻的就是在1995年的这段时间来台湾的 分布到韩国日本的也是这几年2005年之后 这个国家 但是来到台湾的 是在1995年到2000年的这段时间是最多 甚至可能大家没有听过说他本身就是在家里 就是有个男朋友 他说就是为了要帮助你的家庭跟我的家庭 我牺牲了我 我嫁出去 我希望的是嫁出去不是卖身 是希望能够说有这个婚姻 那我也不是希望是在我的南方的这个家庭 就是得到了什么利益 是希望能够说借了这一个机会到了国外 可能就是唯一的婚姻这条路线就能够到了国外 这样的话他就希望我是有一双手 我可以去赚钱 这样就是寄钱回去 就是帮助家里 这个是我另外的一个一方面的解释 另外的是我们以前是在越南的一些村庄 也是很古时代 我妈妈我爸爸的那个时代 就是每一个女儿嫁出去的不是像台湾的破出去的水 这是每一个女儿就是他能够成绩家里的财产 就等于说我们是当男生的小生用的 那个男生用的 非常每一个女儿出去赚钱 都是都会拿一些就是费用就回去帮忙家里 这个也是从以前的这个习惯也是来到现在 好那当然再来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是看不习惯 因为将来台湾就是心理就是要集中在这个婆家 这个姓孙跟小孩的身上 那很多的姐妹她还没有把这个心理调整回来 如果你愿意出力的话 因为实际上大家订报是很困难的 我们常常会接到邮局的电话 因为外劳或外配 尤其是外劳是刚来的 刚来不久 他拿着我们报纸上的订报的那个画波单 去邮局 然后邮局人就不知道他要干嘛 然后最后他就拿他的手机打电话到我们报纸 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扫描或采访 就我们每天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一万多封信 那个欢迎 看有没有学术单位要来研究 我觉得那个信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每天再收到十几二十封信 那个信都是在这些外劳外配 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写的 我觉得比我们去调查访问他说 你觉得台湾生活怎么样啊 而且你要他用中文回答 他当然说好 怎么个好 就是很好 可是他自己写来的我觉得是会不一样 不过那个信件的量非常大 我们现在只能做完整 做整理 我们现在整理的分配 他是外劳外配 他住在哪里 年纪什么的 我刚前面讲 比如说二十万的越南人 那目前有一份月看 我觉得 这个在人权上其实就说不过去 这么多人才一份月看 不是一份日报 是一份月看 是一份 是狗言残喘这样撑着的月看 那我觉得这个不太OK 虽然很多 我这边会举一些例子 就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要蛮多进口的 或者政府部门出的 可是 那个都不是一个生活上的 那我不觉得 就比如像大家好 我们看电视可以一直换台 一直换台 报纸间中时 偏蓝的 自有偏僻 我爱看哪个就看哪个 日报的 周刊 月刊 可以很多很多可以选择 他们不是 他们现在四方报会受欢迎 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选 他们 我很心虚的 就是因为我们是独家 所以他们非看不可 好那在这一块我觉得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有报出现 我们虽然有点害怕 可是也 觉得很欢迎 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对我来说 半报本身就 虽然我没有办法去当 因为我自己评量过 我太能当社工 我会 可能一个case一直弄不完 可是我觉得 半报本身就是一直在 就是一种运动 也是一种社会运动 就是 我们的盈利是为了 让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那 我觉得后面可能不太有时间讲 就是 我们再往下面一张 就我们半报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凝聚这些移民移工的力量 不是要叫他们起来造反 不是说那个15的时候 一人发个月饼里面藏个条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创造一种集体感 就是 他们大家虽然在台湾东南西北四面八方 可是他们因为透过这个平面的东西 看到母国的文字 他们会有一种集体感 会有一种安全感 那我觉得他们 就人权来看 他们 不管是移民还是移工 他其实都是有一些 公共事务上的权利 他是可以 可以讲话 好像我的 如果没记错 欧洲好像 德国好像是 有一些移工 他是 他们是有某一 某一种程度的投票权 他可能不能选总统 可是他可以在一些地方 事务上是有发言的权利 那我们也会在 我们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四方报 我们会希望 让外配外劳有一些这种权利 这个是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是选立委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 就是仲介 仲介费用上面 不太公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 我们写了一大篇 那时候 劳工局还叫我说 你们不要做这个 那我们这边 大家远远看不清楚 报纸上应该会有 我们一直都有那种 感恩的版 而且这些外劳 尤其是外劳 他会用 想尽办法用中文写 写来 他希望 他的雇主可以看到 他是谢谢他们 那有些当然就希望翻译 那叫他的感谢 要刻骨铭心语 谢谢